各位养生高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高医师说 今天的高医师说就要告诉大家 什么是新冠病毒的复发 以及什么是二次感染 哪些人容易二次感染 如果真的平常生活 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预防自己二次感染呢 首先则是复发的问题 之前看到一个报导讲到说 有一个人在5月初 他就发现他已经转阴了 OK了 然后就回家很高兴的去上班 结果到了6月13号他又很不舒服 后来去医院才发现 他PCR又是阳性 而且他的CT值小于13 代表病毒量是相当高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一个 他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复发 那当然也有可能 他前面其实可能根本没有好 他前面验的这是尾阴性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美好的 那或者是说他后面这次验的是尾阳性 但是他都做PCR 因为我CT值里面上这个机会是蛮低 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新冠病毒 它是会复发的 它潜伏在我们身体里面 那到我们免疫力不好的时候就有可能复发 那国外有一个研究 他就去看这些从40岁到80岁的人 发现他们平均起来 大概在17天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复发的现象 那不过好在是怎样 好在是他这个复发大部分症状是比较轻微的 那有些人虽然比较严重 但是这个研究里面所有的人后面都有好起来 这个研究里面是哪些人容易复发 就包含是高血压 糖尿病 呼吸道急患 所以如果你平常就有这些疾病 你真的好了真的不要太嚣张 哇每天吃大餐喝啤酒 不运动不带口感 很有可能这个新冠病毒觉得可恶 你看不起我 哇就伺机而动 再来你体内闹一波 这个研究认为说 会复发的比率大概是1.33% 所以其实也不算是非常高 但是还是有这个机会 接下来我们要来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 有没有可能二度感染新冠肺炎 这个答案很简单 有可能 他这个二度感染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现在指挥中心认为是三个月内 隐隐痒痒 所以我们其实大于90天之后 如果你可能是没有症状或有症状 但是你去检测又发现有 而且你这个病毒株很确定 跟之前是有两个不一样的核肝酸 就是病毒株真的是不一样 代表你真的再次中症 其实国外的CDC 它是更严格的 他认为说 如果你是45天以后到89天这段时间 你确定有症状 而且你有一个接触时 真的接触到一个有感染的人 你去做检测也有 那你也可以算是一个二度的确诊 第二个问题就是 大概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其实这个每个研究都不一样 那高级看到的研究大概是从45到172天左右 那你如果看这张图表 你就会发现 这是美国 他们在去年12月 可能大家圣诞派对太开心了 反正很多人感染 他有一个高峰期 那到了今年大概5月左右 他一样有一个高峰期 而且我们如果看这个不同颜色的蓝色 他其实二度感染的人是蛮多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 他可能在得到D值的时候 过了两三个月 他这个免疫力就开始下降 他有可能到了三十个月四五个月 都有可能再次感染 第三个问题的是 谁容易会有这种现象 基本上就包含说 可能免疫力本来就比较差 像是糖尿病、艾滋病的病 就特别容易会有这样的状况 目前看起来是大概 可能是千分之三的人 有可能会这样子 所以你说很严重 其实好像整个台湾如果都感染了 可能复发的人 就是那几万人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Omicron跟Delta一起来 他厉害很多 Omicron这个病毒为什么这么厉害 是第一个 他害不死你 好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随便得Omicron 我们就死掉了 那Omicron怎么样传给下一个人 那第二个就是他传播力很好 所以研究是认为说 他可能比Delta有再度感染的风险 上升好几倍 而且研究认为到16倍 那第四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会再次感染 那这通常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自身免疫力下降 第二个就是这个病毒 它会突变 这个病毒你想想看 你好像遇到一个渣男 可能姓陈的渣男 结果你下定决心决定 不要再跟他在一起 结果又到了情人节 很多人都是触双入队 你又开始心软 这个时候你就有可能 又去找他 对不对 那或者是呢 这个陈渣男他的表弟 小陈 跑过来找你 然后他可能跟陈渣男长得很像 但是又不一样 哇 你又不小心就跟他在一起 然后就再度受到伤害 这也是很有可能 第五个问题就是 我们通常会感染什么变异族 跟前面的是一样吗 那基本上 国外的研究认为 第一波大概是B1 第二波有可能是B1.1.7 或是B1.128 或是B1.351 总而言之 它是一个不同的变异族 讲到这里 高益师要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要怎么做 才可以让我们自己 不要再次在意 那其实就包含了 我们可能摄取足够的维他命 这里有高益师建议的维他命的剂量 以及呢 我们可以摄取市场的浆黄 因为浆黄它有一些抗发炎跟抗氧化的功能 那有一些研究认为 可能对这个Covid-19有一些帮助 那再来我们可以适量的摄取一些益生菌 益生菌对于Covid-19的证据 可能并不是那么强 但是我们尝到好 整个人比较不会老 那心情也会比较放松 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感染之后很累 也可以搭配吃一些人参 那很容易咳嗽的 可以适量的服用一些蜂蜜 尤其你是那种感染后干渴 谈不多的 高益师就很建议你 可以搭配一些蜂蜜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放松心情 可以的话我们就唱点歌 所以接下来就来点播高益师 所改编的一首歌曲 叫做安渡新冠 安渡新冠 就要将王和医生去 安渡新冠 尽管一号 安渡新冠 就要学报和东医到 安渡新冠 咱们到平台湾 安渡新冠 后会ある clear 空中性 7.0.122 5.6 5.5 6.6 6.6 7.7.7 可穿就來點咪 放鬆心情 安度疫情 好 你的心情可能跟我剛剛在談一樣有點緊張 但放輕鬆我們一定可以安度疫情 聽完這首歌不曉得你有沒有覺得 整個人很放鬆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繼續討論 第六個問題 這是在世產率大概會有多嚴重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輕症 但是其實有一個研究認為有三分之一的人 第二次染疫則是朝向一個比較嚴重的狀況發展 有些研究認為說 醫護人員有44%的醫護人員 再次染疫的時候他反而是變得比較嚴重 那目前看起來再次染疫的症狀有什麼呢 有四成的人會有一個咳嗽的表現 那三成的人他則是會有一個發燒的表現 那第七個問題則是 那我到底要不要打第四季疫苗呢 那目前的研究認為說 你如果有打滿疫苗 其實跟你再次感染之後 基本上這個體內的抗體是差不多 那你如果有感染了 再打一劑疫苗 理論上應該是會更有提高他的保護力 那只是大概提高多少 可能還要有更多的研究來回答我們這個問題 那下一個問題則是 那我什麼時候要來打這個第四季 那目前是認為說 通常就是在你感染之後三個月 又或者是在你打完最後一劑疫苗之後的五個月 那你看哪個時間比較久 你就去Follow那個時間 那哪一些人要趕快來打 目前CDC認為的就是說 第一個是 你可能是免疫不全的病人 你可能有比如說艾滋病啊 或是在服一些抗排斥的藥物 那再來就是你是65 歲以上的長者 那再來就是你是住在艾滋機構的住民 所以如果你有親友住在那裡 你去不要只是帶水果 記得告訴他 所以要趕快打疫苗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高醫師說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請一定要幫我們按讚訂閱 並分享給需要的人 並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下次想要聽高醫師改編哪一首歌呢 高醫師說我們下次見 拜拜